Hello 大家好 莎姐 基本上已經差不多辭職是板上釘釘的事 只是等我星期五 複診後醫生寫紙 醫生通常都會寫紙 沒什麼比我的情緒更重要 何況醫生知道我基本上不難找工作 也不需要為生活仇的時候更加樂意醒 其實我放鬆之後 不要吃東西 大家不要吃東西喝水 我之前是有便秘的 其實一直緊張我都有 這個月便秘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昨天一放鬆之後就射了幾次 很正常地射就不是肚子的 一放鬆就有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我昨天吃了藥份 又晚黑八九點 到今天五點才醒 是很難得這樣睡得好 因為平時要上班所以不能吃藥 因為睡的時間會太長 遇不到 大家不要以為八九點睡完 今早五點多醒 對不起今天下午五點醒 當然不是五點才清醒 其實八點多醒了一會 然後再睡一會 然後再睡一會 十點多 但因為之前積累的壓力 和身體的累 所以不如不肚子餓 不如再睡一會 其實我今天是要回佐敦的 但因為醫生寫了指放一個星期 如果我默默然上班 有什麼事 變成那邊佐敦的僱主 就會有問題 所以不如跟他說 都真的請假了 休息一個星期先 於是順著自己的勢睡 如果我自己不是覺得要吃藥 所以要吃東西 其實我是可以一直不吃東西的 我很難得今天去吃麥多夢 不是 吃麥多夢不是難得 反而是可以很悠閒地去吃麥多夢 就很難得 平時吃麥多夢也好 吃餐廳也好 吃什麼都好 其實自己都是很趕急的 吃完就趕快離開了 好像昨天我去吃火鍋 其實我明明有90分鐘 但基本上食物上齊力 吃完半個多小時 7個小時左右我就走了 不知為什麼 是會走的 你可以坐一會 我是沒有那種悠閒的心 今天就很明顯有悠閒的心 在麥當勞慢慢吃 慢慢看手機等等 是挺享受這個靈性的 很久沒試過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昨天在大嶼山醫院的見聞 很多人中了COVID 我其實平時也有口罩在袋子 後來換了袋子就沒有再塞到口罩了 所以昨天在大嶼山醫院 那個醫生說 你有沒有戴口罩 他意思是問我袋子裡面有沒有口罩 我沒有 然後他馬上拿一個口罩給我 他說因為他剛剛見了幾個病人 都有新冠 他說叫我好好保護自己 給我戴著口罩 另外昨天有個精神病患者 那個不是我 你留清楚 那個精神病患者不是我 那是個鬼佬 然後我心想 我真的想找那個臭蜜 塞住他的口罩 不斷地大叫大叫大嘈大大 接著他又在唱一些聖詩 他是唱得好聽的 沒有走音適合拍子 聲音都好聽 但整個大嶼山及急診室都聽到你的聲音 你想一下 我跟他的距離都有二三百米 因為我要在某個位置讓安保看得到我 所以我是不能動的 但他的位置和我又不差 遠望一吵到 急診室都聽到他的聲音 你想一下我這麼近距離 是不是汪汪的聲音 然後又在搖到啪啪聲 差點拆床 當然 最後的結果就是扎了他 我心想 被我塞到他的嘴巴 應該要是剔了東西 要是精神病 所以不要以為鬼佬很高尚 我看過他的樣子 不差 不差 不算英俊 大嶼 中國人 內地人等等 像外國人一樣 沒有關係的 接著要拉屎拉尿 不讓他下床 因為他下床一定會弄其他人 拉尿就像高潮一樣 弄了怪聲 然後不知怎樣去拉屎拉尿 我又不知他是拉到出床 還是因為拉完之後 急診室那裡還有一陣尾 搞到醫生說 一進去就頂不住 頂不住 快點拿空氣清濕劑來噴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經常覺得鬼佬就高尚 其實我自己覺得 當我去見那個精神科護士的時候 我說他出之清淨 因為他帶我去一個比較清淨的地方 聊天 我出之清淨 我說那個位佬很貴死蟲 他說他有一點控制不到 我大了嗎 他說他有精神病有一點控制不到 我大了 精神病大了 又不見我這樣吵 他說他有一點另外一些 我覺得精神病就算控制不到也好 其實也好看他過癮的 我自己昨天也是發作 但我的發作 我本身就不是一些會大叫大吵的人 我聲音響而已 但我不是一些會周圍喊的人 所以就算我病發 我也是不會喊的 我只是哭的 不會發瘋的 其實他那些就是因為他自己的意識 是自我意識過程 唱歌之類的 是不會理會別人的 因為他們本身是很自我的西方人 所以會有這種情況表現出來 那些醫護人員一不理他 沒幾分鐘就會吵 沒幾分鐘就會喊 迫使到醫護人員要叫他收檔 當然我自己覺得 那些醫護人員其實 就不應該理會他 因為你越理會他就會越喊 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人是鬼佬 所以特別好待遇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 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醫院 那些病人如果是中國人 或者是香港人 或者是內地人 他們是真的不理會他 有得去亂喊 但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鬼佬 要每個鬼佬喊的時候 要應他 我真的不太知道 我覺得除了他押士押士押士 要應他之外 免得他到四處都是 他怎樣喊 叫人理會他那些 所以我覺得是不需要回應他 看著先 另外就是 那天聽屈永賢 發覺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他們二讀沒有通過 美國二讀沒有通過 如果寧願扣的人搶東西 那個僱主或者職員去追他 那僱主是要被罰款的 要罰一萬元的 那當然啦 我們就匪夷所思 你這個賊佬偷東西 我那個僱主叫人去追 我反而要被罰一萬元 這個是我們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神邏輯 但是 叫你不用追了 你寧願給他拿 其實這些議員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們國家 經常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國家為什麼不那麼弱 為什麼不直接打他 又說我們打得怎樣 我們技術有什麼 我們就要打他 其實不需要 這些是很義氣用事 我不是說國家弱 問題是他自己可以滅亡的時候 我幹嘛要浪費我的炮彈 還要做壞人 是不是 老實說 以現在美國這樣的事勢 你可能快則五年 慢則十五年 他都自我滅亡的了 是不會有說的了 那我幹嘛要搞這麼多事呢 經常都說打台灣打台灣 為什麼還沒有出手 當我們這個出手越遲的時候 美國就越沒有能力還拖 他現在除了死剩下的口子 還做了什麼 當他一個920元留下 就法庭不受理 因為法庭不受理 警察都不做事 就可以免刑責 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其實就等於美國會滅亡 經常說中國崩潰率 其實美國才會更快崩潰 舉個例子 如果你沒有錢 那你去搶食物 那920元留下 你是免刑責 別人又不會追你 又不會盛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我就會很自然覺得 我沒有放開嘛 那就去超級市場拿幾個麵包 他也是這樣拿的 我拿幾個麵包 那些人要掃鮑魚 掃紅酒 真的要六百幾七百元 我掃幾個麵包 我便維持日常生活 有什麼錯 人們就會有這種心態 覺得自己很偉大 我只是滿足我基本生活 我沒有數多你的 覺得已經在自己是站在一個高地 其實在我們心目中你都是偷而已 其實跟偷是沒有分別 跟搶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只不過他的法例 其實他的法例是沒有說你是不犯法 只不過他不做任何行動 那你美國監獄不夠的位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們不教育好他 你不教育人民 你不去管制 有些人是自由搶掠 監獄當然不夠 當你好像我們國民教育那麼好的時候 不是香港 是國家國民教育那麼好的時候 有多少人真的會搶掠 還有你的社會經濟不好 你沒有工作的 你就唯有搶掠 而你美國的破案率又這麼低 警察又怕死 那怎麼辦 就唯有這樣 你不是因為監獄不夠 所以你放些人出來這麼愚蠢嗎 你監獄不夠就多起幾個監獄 你怎麼可以他們美國坐監自由到蜜春呢 那你坐監和不坐監有什麼分別 坐完監獄出來又可以繼續其他事情 別人大家又裝得很死的接受他 那就是說犯法是沒有成本的 坐監是坐完就算的 可能分分鐘坐監還有飯吃 我在街上沒有飯吃 還要流浪 可能是這樣的 而你想一下 當一個人每天900多元 是不花錢的時候 他要怎麼做事 我隨便知道這間房子有得住的話 我其他生活用品就去超級市場拿了 有什麼所謂呢 其實好過打工 正如之前阿穆美娟那件事 還是工聯會那件事 還是立法會議員那件事 提出失業每人9000元最多拿半年 我心想我那時真的馬上抹擦他 大家知道抹擦他多厲害 如果失業拿9000元的話 大把人不肯做事 其實這個就是等同在職家庭津貼 是打堆著幹的 在職家庭津貼說什麼 你一萬元以下 做夠一百四十四個小時 你可以拿大約一千元 全額津貼 一千元還是千二元的全額津貼 一百四十四個小時 你一個星期要回四天工 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四天左右工 那你想想 我回了這麼多個小時 才得過一萬元 然後政府才補貼一千元給我 我現在不用上班 我就有九千元了 我幹嘛要上班 上班不是不用成本的 坐車要錢的 如果遠的一天來回四十階 然後你還有餐小餐呢 你還要出去吃呢 那我不做事有九千元 挺好啊 現在那個零元扣 他們做的都是 幸好我們沒有通過 不然我們就會步向美國第二 一樣會崩潰 你想想 我只要有地方住 有瓦遮頭 然後我就在車級市場拿 我不用多拿 我一天拿五百 拿足三十日 有多少錢啊 先看看 計一計一計 一天五百元 剩下三十日 都15000元 我不是拿夠九百元 我每天拿五百元 三十日都15000元 大哥 好過打工 基本上 現在 美國人如果每個月有五千元 已經算是高薪了 我記得 不要緊我會計是高一點的 其他人都是說十幾元 二十幾元 美金一個小時 我姐姐 2008年過去的時候 她拿了二十幾元 美金一個小時 是高薪的 二十幾元美金一個小時 很多都是十幾元 一個小時 那你就算一下 如果我當她們平均 五千元一個月 你現在拿五百元一天 剩下三十日 每天拿五百元就已經15000元 是人家的三倍人工 更何況 很多人都找不到五千元一個月 找到五千元一個月 生活很好 那我幹嘛要做事啊 那如果做事的那些人 她就要承擔這個責任了 超級市場 沒有人被人搶東西偷東西 那怎樣啊 保險想不想 保險就算肯賠給你又怎樣 難道保險一百幾十元 你去填保險單 保險會賠給你嗎 就算保險賠給你也好 下個月就加你保險 一條數而已 那怎樣啊 要麼老闆就閉上行業 自己去打工 遣散人 那些人 那些人去賺錢的收銀 售貨 那些全部 貨倉 那些員工全部都沒有工作 然後每個人都去拿失業援助 每個人都去食物銀行 如果老闆繼續堅持做的話 那他要怎樣賺錢呢 加價咯 不是我怎樣圍被 一天被人拿了五百元 那五百元貨 可能成本是三百元 那我怎樣把三百元圍回去 那就每樣加價咯 變成有工作做 而又不肯零元扣的人 要負擔這件事咯 那問題是美國經濟都是差嘛 喂 我們中國5%增長都說要崩潰了 那2%還不崩潰啊 那美國的人經濟差 人工低了一些基層那怎樣啊 很簡單咯 那些肯零元扣的人 那些肯零元扣的人 在超級市場 拿完一些貨 那些肯零元扣的 那些肯零元扣的人 可能在超級市場 拿那個罐頭 是五雞美金的 喂 我現在兩個半美金給你 那些 又不肯零元扣的人 那便會來這裏買咯 便宜啊 我管得你在哪裏變出來的 其實阿菊又未過期 那我便在這裏買咯 那如果再聰明一點 零元扣那些再聰明一點 那拿些差不多 還有半年期 或者還有四個月期的那些 就假裝在超級市場 因為特價 我做貨倉的 可以說一個更美好的 大話就是 我做貨倉的 那因為半年的那些 就不會再上假買的了 所以現在特價賣這樣 那他又可以賺一筆錢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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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些超級市場的那些 老闆 那員工便不用做咯 還怎樣頂得你啊 因為你的經濟只會愈來愈惡化 你愈來愈惡化的時候 大家愈來愈沒事做 就個個去零元扣咯 那那超級市場 怎樣養你 是養不起的嘛 那結果 就又倒閉了 所以 這個是惡性循環來的 還有你看到嘛 就是 那個 僱主或者是職員去追賊 是要罰款 想到這些事情的人 是不是有病呢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我去搶東西 我是不用擔心安危 那 因為他是不敢追我的 那 那現在美國有很多公司都是的了 那些人 那些人 走走的時候 搶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追 公司會罵你的 為什麼呢 等一下你追他 抓到他 就是好 抓不到他 你受傷了 我公司又要揹你摘 有的時候 那些公司又會怕 你去追他 你抓到他又如何 抓不到他又如何呢 會不會惹起一幫仇恨呢 到時你搞我呢 所以其實 很奇怪的 你也都 這樣說 我也都看他快些崩潰 快些些 即是未必是經濟 是那些人崩潰 讓更加多的 有學識人士 就是回流回來我們國家 其實 這個世界大家都知道 任正非都說的 人家儲美金 我們儲人財 那人財 就算有得儲也好 你國家是這麼多人 就這麼多人 怎樣可以挖人財呢 這個才是事實 當你發覺 你住的地方 越來越不安全的時候 你就會離開 如果我們國家提到 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他 他就會走過來發展 所以其實是 是一件好事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 特意 說美國 或者特意和美國開拖 我們只要宣示我們的主權 不需要特意和他搞什麼 很快美國就會崩潰 而另外一個 我會覺得美國很快崩潰 就是 人民幣 數字化 以及已經開始大家去美元化 那怎樣 因為現在很多地方 以前我們需要美元 就是因為我們要買石油 買天然資源 全部用美元計價 沙地阿拉伯都是用美元計價的 現在已經開始了 就是用人民幣去計價了 很多東西 跟俄羅斯用人民幣計價 用巴西之前已經試了 第一筆用人民幣交易 跟著沙地又可以用人民幣交易 就是說 我們本國 需要美元的狀況越來越少 就是說我們需要美元 可能主要都是買美國貨 如果 如果 連歐洲那邊基本上都可以用歐羅計價 歐羅對人民幣 不需要再過一過美元 那 會更加不用用 所以現在 會用到美元買東西的地方 是越來越少了 最起碼 天然資源那邊 沙特就已經不需要用了 俄羅斯那邊都不需要用了 只剩下美國歐洲看會不會用 美國一定要用美金 歐洲看會不會用 其實我們歐洲沒有什麼買 都是買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其實歐洲 難道歐洲買 聽說句 難道歐洲買一雙鞋子嗎 要不買車子品 車子品很少這樣入口 車子品很少大大入口 真的很少 變成如果我們遲些再運送東西去美國的時候 我們變相我們可以說我們不收美金 我們只是收人民幣 因為用處不多 因為以前 現在也是 所有在中國的貨品 如果賣去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怎麼說 香港做代理商 生產某些貨 直接從內地運送去美國 那張收錢的那張單是用美金收的 或者是運送去其他地方收美金的 而我們香港公司 找內地的貨款 就找人民幣 如果現在基本上都不再需要用到美金的時候 拿這麼多美金其實是沒什麼用的 那可能就反過來 嘩 以後可能去美國的 我要求收人民幣 不是不行的 那你只是 在那邊 對了 其實大家 有做過TT都知道 你是可以說 我匯去 我匯去多少美金過去 又或者我匯去 我匯去多少人民幣的美金過去 那就是說 它不理你怎樣扣你 總之我就要匯去到這個人民幣過去 那到時你轉回匯率做美金 就扣我美金戶口 那對方就收人民幣 可能遲些開單就不會開美金 當然現在政府沒有規定 但是可能遲些政府也會鼓勵 你們因為現在不需要有這麼多美金 所以你們就盡量收人民幣 因為人民幣用的機會多 可以買到石油 可以買到天然氣 可能去到巴西可以買到食材 那也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美金 那廠商你要美金來做什麼呢 是沒有什麼用 可能到時就會開單 去歐洲 去美國 我要收人民幣 我不收美金 哦 如果你沒有人民幣的話 其實怎麼會沒有呢 銀行幫你轉 那好 你可以照給我美金 不過匯率就難看了 就是可能現在一元美金 好像六個幾七元人幣 當它七元人幣 一元美金等於七元人幣 那我現在計價呢 就是一元美金等於六個半人幣 如果你要納美金的話 因為我會蝕水 而且我美金是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你要我收美金 那我唯有就是用率是差一些 所以你 本來可能七千萬人幣 你可能要付一千萬美金 但現在我不管了 我一對6.5 那你要付呢 你付成千幾萬美金 就不可以人一千萬美金了 那你就選擇 你就選在銀行直接匯人過來 那你銀行跟你自己怎樣對 那可能還有數 可能遲些就會用這個形式 那美金能夠做到的東西是更加少 那變相它還可以在哪裏呢 就算再不停人美金沒有用的 因為它能夠用到的地方已經少 你喝都沒有用嗎 它有沒有這個價值呢 是沒有的 到時他們要買任何東西都要用人仔計算 不肯用美金 因為其實你現在美金是不停貶值的 說一元對七個多港幣 因為我們掛勾了所以就沒有什麼 其實是不停貶值的 因為它能夠買的東西是越來越少的 當你看回《星島日報》《美西版》 有時候聽兩種的時候 他們就會偶爾說一下美國的生活 就說現在一個 我記得四年前 2019年聽它的時候 一碟乾炒牛河是大概三十多元 現在都好像要五六十元 還是要七八十元 他說當初中間有聽過 上年金菇就是一元美金 現在都一個九號九 加了一元這樣 之前的汽油是三四元四五元 現在都要七八元 你會看到上升得很快 就是說同一個美金 買到的東西已經是打個折頭 可能慘的是打五折 好的是打六七折 所以我們收你的美金 我們是虧虧的 因為我今天收了你的美金 因為大家知道有數期 我今天跟你說 一千元美金 日落 但可能你兩個月後 到我起完批貨 找數的時候 可能已經三四個月 原來我收到這千元美金 其實是等於八百元美金 當這些狀況會發生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考慮收人 其實我覺得國家應該要 再多些教育這方面的財經 因為畢竟我們國家做的 很多時候都是低端的 生產很多生活物品 雖然產業鏈是完成的 但沒有多少的廠家老闆 是有收讀 真的很完整的財經理論 也沒有收到這個世界環境觀的財經 所以我們國家應該要做多些這些事情 要不就反過來 用香港做一個項目 幫忙去理財 當然我也不覺得香港的 所謂的D奶有多好理財 我覺得國家應該跟他們說多些 讓他們知道收美金是沒有好處的 因為可能他們做生意 很多做生意的人 不是因為他們讀書都去做生意 是因為時而世易 他們剛剛中國起飛的時候 他們有少許錢做生意而發家 所以可能對於這些理財各方面 或者經濟觀 怎樣影響他們的資產 他是不熟悉的 我覺得國家應該更加提醒他們 就是說未來美國 你有美金也沒有好處 因為現在美國的購買力越來越低 以及能夠去購買的地方 用得著的錢是越來越少 除非你去移民美國 如果不是你能夠在買東西方面 用得著的美金是越來越少 故此你應該多拿少許人 可能要跟他們多些宣傳這件事 到時真的不夠的 美金不夠 要買東西要用美金不夠 其實很簡單 香港隨時可以對 香港跟國家對 沒有問題的 國家照給多少人在香港 香港就給幾千美金給國家 其實照對 只是很容易 根本沒有問題 因為香港要對美金對什麼都很容易 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